江南清潭洞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 韩国江南区 600块钱剪头发 剪的啥样子 这停车场看起来是挺不错的 还有人给停车 没提案过这么贵的 来到这里的全是宝马奔驰 江南贵妇来的地方 买一买 停车场都坐得这么高大上街 还有专门的人停车 这是啥剪头的地方 还有大盆树 这全台都这么大 在江南有这么大的 你发店是不是老有钱了 这是青潭洞吗 对 在江南青潭洞 有很多明星来这附近 皮肤呀 皮肤呀 手上的东西都在这附近 都在江南这附近 这么老大 应该老贵了 这地方房租 紧张 这张根硕很来到的地方 是张根硕吧 他 他专门来这里 经常来 经常来 还有谁 可以 我先看你整 行行行 你先看我整 妈呀 好大呀 姐妹人 来体验一下 姐妹给我洗头洗了10分钟 我4点48洗的现在是4点58 刚才我老公说打电话一回来说一乱笑一跳每天出来 姐妹看看这个发型的咋样 我还没剪过这么短的头发 各位看电视上很多明星都剪那种的 但是我很胖啊 但是我觉得她很显脸小姐妹觉得怎么样 然后她给我抹了发油 她说平时的话也一定要抹发油 对发质好 大家觉得怎么样 然后我先让我老公去弄一下 我看她弄不了好不好看 不愧是明星弄的地方啊 感觉就是跟其他地方弄的不一样 剪的时候 就是她要动的地方特别多 近了大概一个小时 然后也没有用吹风机吹 就把这个地方用吹风机吹一下 其他地方全部都是自然的那种 自然剪出来的 就跟一般的那种理发店嘛 不太一样 大家觉得呢怎么样 我刚才问了一下 我说这里什么时间明星最多 她说上午的时候 因为上午的时候 他们都接行程 然后做完头发做皮肤 然后就赶紧走了 下次的话得那个早上来 然后她还给我看了一个发型 她说这个如果你流腻了 下次我再给你剪另一个发型 下次不来还不行了呢 然后看我老公剪的什么样子啊 我让我老公剪一下 这长头发 不行了 看去 有明星份了 哈哈哈 嗯 刚才你干嘛拿走 哈哈哈 姐妹们期待一下 在这教她呢 说你要留长头发的话 你就让头发看起来 比较湿火 所以一定要擦 就是亮亮 发色的 就跟皮肤一样 这江南的果然不一样 给明星弄的哈 所以明星的头发都是亮亮亮亮亮亮的 是个意思吧 嗯 你现在干不拉掐的就不行 就不好看 你看这小隔着的头发 你看 这就变得变样了 啊 这有个什么东西 给它抹上 哎呦 把卷给整起来的 哎呦 哎呦 不然你看人明星的头发 好像都这样似的 定型 哎呦 帅帅的你 哎呀 像艺术家一样 嗯 artist 走 快点 哈哈哈 这里好多时尚的 小女生 来接账 一共三层楼啊 四层 厅厅厅是他们的 然后这剪完头发 还可以来这拍照 看来都全是别人拍过的 放在这里的 那个我拍这么黑啊 谁还那么黑了 我很白好吗 你本来站的 不接就是黑好吗 啊 这里可以拍照 这韩国这可流行了 怎么样呢 啊 怎么样呢 嗯 可以吧 可以 不花钱 免费在这做 但是剪头发很贵呦 啊 可以拍八张 然后挑四张 这个挺好 啊 那个要着 这个 哎 这个 嗯 呃 要要第二个 这个要 啊 那个要 这个也挺好的 这个这个 他就可能挑四张吗 这个吧 行 好的 这个也挺 啊 选四张 好看 哎呀 可以打印出来 嗯 哎 你好黑呀 而且他搞怪 都是 亏了 哦 出来了 哎 哇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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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啦 像那个小年轻情侣似的 哈哈哈哈 嗯 走 好看吗 几妹们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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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